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一 台北股市又跌236点 上礼拜五涨个105点 开心都还没结束 今天要跌得更多 是没关心 经济数据都很漂亮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 不管是三月营收 这次三月上市会总体营收 有机会再创单月历史新高 包含三月份台湾的进出口 也都同创历史新高 结果利多都失灵 大家都被疫情跟封锁下坏掉了 两岸的疫情在升温 封锁动作持续加大 大家怕怕死啊 其实没有那么恐慌 看看国际的表现 等一下我会把国际的表现给大家看 包含疫情的部分 上礼拜五 道琼一度涨324点 收盘涨137点 纳达克跟菲巴尔提是跌的啦 欧洲德国涨205点大涨 英国跨创历史新高了喔 法国涨1.3% 结果台北股市间跌成这样子 这都自己吓自己啊 上礼拜我特别拿国际的股市 比较给你看过了 对不对 这是美国的部分 道琼这一波涨了3000多点 9.6% 那最近修正也没有修正很多啊 纳达克涨了16.6% 达克涨19.9% 回的比较多一些 加拿大是创历史新高 这是美洲的部分 刚才上礼拜给你们看过 那德国涨19.9% 人家欧洲在打仗 人家德国股市反而很强 英国已经要创历史新高了 法国也涨18.6% 也没有跌多少 澳洲即将创历史新高 这是欧洲跟大洋洲的 上礼拜我们都看过了 那亚洲的部分 日本涨14.8% 香港涨了23.5% 我们涨幅5.7% 只有全球股市的三分之一不到 信心不够 涨得比人家少 所以跌起来也比人家多 所以说台北股市有问题 都不是什么国际的问题 都是我们自己 大家怕得急啦 其实没有那么坏 这两天发布出来经济数据 其实都很好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看 昨天台北股市 礼拜五涨个105点 还来不及开心 今天马上跌236点 其实今天开盘之后 还一度涨31点 都还不错 什么时候开始跌了 9点半 九点半大陆股市一开盘之后 大陆股市一开低 台北股市卖压狂蟹 大陆疫情升温 封锁恐怕会扩大 引起恐慌卖压 我们好的不跟 坏的全部跟到 这是信心不足的原因 所以造成跌237点 流237点 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疫情的部分 因为大家现在很关心疫情 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疫情的部分 这是最新报告出来的 到礼拜天截止 全球新增确诊55万7千人 50万7千人是很少的 以前震多的时候 一天都一两百万人 但这里面有些国家已经不申报了 那55.7万其实不多 你知道新增确诊最多的是 哪一个国家知道吗 第一名是法国 十万七千人 知道昨天最新的法国十万七千人 以前我们记不记得 以前确诊最多经常都是 要么美国 不然印度 不然像哪里 德国也经常很多 法国也经常很高 那现在数字已经压到十万人了 十万人我们才439人 我们才439人 你看他法国 法国股市完全不受影响 你看今天法国股市还继续上涨 0.39% 有没有 所以一个国家政府 面对疫情的处理态度 你是全面开放跟病毒共存 还是严加封锁 这对于老百姓的心理 对于股市的表现 都有很大的差异性 现在美国欧洲澳洲 几乎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开放了 你看韩国 想不到韩国竟然爬到第二名 韩国礼拜六是第一名12万人 然后礼拜天是9万人 韩国9万人确诊 人家股市街也不过才跌0.2%而已 有没有看到 才跌0.2%而已 那我们才400人而已 你看第三名意大利 欧洲股市也很强 日本四万九千人 今天日本也不过小跌0.6% 跌幅也只有我们一半而已 有没有 你看澳洲四万八千人 第五名 澳洲股市今天还涨 澳洲股市今天还涨 澳洲今天还涨 而且股市已经跨到 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比较高 我今天故意 把这些 最新的确诊情况 让大家看 看了之后 你就知道 为什么台湾会那么恐慌 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 台湾人 台湾人 爱极怕死不死 就是这样 你自己扪心之外 是不是这样 所以没有胆 往往任何一个风吹草动 都会怕死 你看 德国三万人 人家德国股市表现也很强 对不对 德国也没有下来 然后越南 第七名两万八千人 泰国两万两千人 第七名跟第九名 你看南亚股市 越南第七名 泰国第九名 越南股市已经要创历史新高了 印尼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印度也即将创历史新高了 泰国也即将创历史新高了 那你说这些疫情对他们来说 有很大的冲击吗 没有嘛 全世界排在前十名的国家 股市在创历史新高 那我们四百多的人 怕死 当然我不是说疫情不重要 还是要自己把自己保护好嘛 对不对 你看自己吓成那样子 结果演唱会还是那么多人啊 假日到处也是人山人海啊 反过不是说不能去 你要去哪里去哪里 该做的做好 该做的做好 你看乌克兰通报是零 乌克兰在打仗啊 所以他不可能通报嘛 对不对 英国通报数是零 西班牙通报数是零 干不可能 英国跟西班牙都没有人确诊 怎么可能 身边管理人家根本连通报都不想通报了 根本连通报都不想通报了 所以总数五十五万七千人 这个不是真实的数字 因为已经很多国家根本都不通报了 反正确诊就确诊嘛 99.5%的都是轻症 对好像感冒一样 或者没有症状 所以很多国家已经都不通报了 那我们照实通报 四百多人 叫我走得要死 走得要死 大陆也是一样 现在全世界 就现在大陆还想清零而已 为了要清零 三亿多的人 一天两万人确诊 是也不少啦 可是依照那个比例来说 其实也很小 那你到处要封锁 那到处就是把老百姓吓死掉啊 那台湾也跟着人家一起吓 比较轻松的啦 放轻松一点 你知道三月营收 到礼拜天为止 已经快160加创新高了 这一次 今天全部发布完毕之后 至少170加以上 至少170加以上 三月上市贵的营收 有机会创单月新高 这样台湾经济好吗 很好啊 对不对 好的不得了啊 上礼拜五发布的 礼拜五礼拜六发布的 台湾三月进出口贸易额 出口435亿美元 年成长21% 出口388亿美元 年成长20.3% 都创下进出口的历史新高记录 所以进出口都创历史新高 好的不得了啊 对不对 三月435亿美元 月增16% 年增21% 进口388亿 月增22% 年增20% 同创单月新高 尤其在主要商品里面 电子零件出口 年增35.6% 连续35个月正成长 所以电子零件很好啊 为什么外资 跟大家讲电子零件 电子零件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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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听外资的还是看实际数据 实际数据出来电子零件 出口年增35% 好的不得了啊 结果被外资吓死了啊 实际的东西重要 还是外资的预测重要 还是外资的预测重要 所以你自己要有研究 才不会被人家牵在鼻子走嘛 对不对 外资随便喊一声 然后你就吓得去卖股票 追股票 这样英文也要了解 是不是 第一季出口 矿产物成长83%最多 所以是不是一直跟大家讲 钢铁股要注意 钢铁股三月营收 会有很亮丽的成绩 有没有 矿产 年成长83% 第一名 跟我预告都一模一样 很多人担心外资一直在卖 我上礼拜有给大家看过 外资对台股的影响力 已经很小了 没有主控权了 109年卖了5000亿 也是企业 古年卖了4900亿 大企业 那今年外资卖差不多 将近6000亿了 外资对大盘影响力 其实不大 影响力已经没那么重 个股影响力比较高 可是影响也是短期的 影响也是短期的 你看二月外资卖了1500亿 大盘也要下22点而已 三月卖了2700亿 我顶多起41点 兼外资一样又卖台股 又卖了340亿 可是你看 又大量回补台子期空单 2258块 现在外资空担已经補完 纯400口而已 外资如果看得很空 应该是台子期3万口的空担 空到6万口空到8万口 这样他就赚更多嘛 对不对 那怎么会是空单补光光 剩下423口而已 所以你看法你要细腻啊 要看较油的 不要只是看表面的动作 这次台北股市我跟大家预告 还会下来落第二只脚 只是这次回的比较重 跳空缺口 一万六千九百四十点 今天收在一万七千零三十点 大概还差一百点 一万七千零四十八点 差一百点嘛 跳空缺口也補掉 这个行情要继续就迫续 所以明天跳空缺口要注意 跳空缺口又没有補 这个盘子又有 后面又有大气的机会 那年限 礼拜五回撤年限 今天又失守年限 年限很重要 年限破没关系 赶快守回来 破了赶快守回来都没关系 所以明天两天之内 会不会赶快快速拉回来 重新占回年限 这很重要 但要占回年限 让大盘转折上来 不是一般股票有办法的 台积电 联发科 联电 这三支 长龙 阳明 加加起来 这五支最重要 所以这两天 你有看这五支股票 这五支股票也弄 这个盘 回起来的机会就大 这五支股票 其实差不多已经没问题了 主要是台积电 联电 联发科 三支都弄固固 这三支股票 未来两天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防疫概念股 当红 台湾的亲户防疫概念股 钢铁股今天表现很稳 我三月份就跟大家讲过 三月营收会创历史新高 有软买要轻买 完大成钢发布出来之后 大爆充 大爆充 这是钢铁股里面 钢筋 不锈钢 这两支最厉害 这两支里面 丰兴 东钢 威治 三月营收都历史新高 那不锈钢的部分也不少 大成钢 新钢 允墙 对不对 全部都创历史新高 那尤其大成钢 一个月营收 既然爆充快50% 不简单啦 一家公社产能 设备都固定嘛 对不对 产能全线开了之后 最后就这样啊 那你再增加 报价大幅调高 所以第一季营收301亿 年成长43% 我估计第一季 应该有快两块半 你看礼拜五 不锈钢已经大涨 大成钢4.6% 今天大盘又跌 大成钢又继续涨 我根本已经有开始讲了 对不对 过年前就开始讲了 然后拉高到55块钱的时候 卖了一次 那卖了一次 现在拉回来 拉的都是好的机会 这刚开始而已 我时间周期算给你看 21天26天 这刚开始 这刚开始 到时候第一季财报 发布完之后 这跑起来会更快 所以铁锅的部分 你放心 尤其不锈钢 尤其大成钢 当然还有几档钢铁骨也不错 可是组合作金也没意义 好好的最重要的一支就到了 韩国的部分 礼拜五长龙扬铭 已经率先大涨了 今天大盘太弱了 长龙扬铭今天是首吻 这也首吻 我上礼拜五给大家看过 长龙三月营收586亿 月成长6% 年成长48% 创历史新高 第一季1708亿 单季新高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 第一季应该有接近17块钱 应该17块钱上下 那目前市场法人估计 今年应该有60块 60块如果说以第一季17块 如果每季都一样的话 那68块 那应该没有 也不能这样估 因为运费本来就一直在调整 60块钱的机会 应该是蛮稳的 那如果以60块钱 去年43块 45块 今年60块 高级百里百三 最大 120 130便宜 我之前给大家看过 对 21天的修正 要结束了 果然第二十二天就开始上来了 第二十二天就开始上来了 这刚开始要顶党而已 你要养成底部 就开始买的习惯 不要特别都起关自己堆 起关自己堆 后面你都贪不钱 你看到长龙 去年十个是什么第五月 六几% 对 过年前 二月份买的 是不是也是低点 所以你要养成 买底部的好习惯 阳明去年十个 八七块钱 底部买你就会赚大钱 对 过年前 九十五块钱 是不是也是大涨 是不是也是大涨 长龙阳明 刚开始 这都是没问题的股票 后面都是大戏的股票 现在更大的问题是什么 更大的问题是电子股 电子股卖压停不了 可是经济数据特别好 台积电三月营收 差两亿而已 那几乎是历史新高了 一千七百亿的公司 差两亿而已 几乎是历史新高 第一季四千九百一十亿 也是单季新高 我估计台积电第一季 应该有接近七块钱 那这次压回来 已经打回到起涨点了 今天五百五十八块钱 今天台积电五百五十八块钱 台积电什么时候能够止跌手稳 让利多能够呈现出来 那么对于整个电子股的卖压 才能够有效止跌回升 所以接下来台积电 跟联电两个股票 这两个最重要 那联电三月营收 又创历史新高 连续第六个月 而且一创高又是33% 第一季成长34% 我估计联电第一季 应该有一块半 联电近年法人的预估 我的看法也差不多 近年大概要五百块钱 什么时候联电的本益比 已经降到剩十倍以下了 被外资一路卖下来 所以明天联电台积电 叫联发科 联发科间 已经有止跌回稳的状况了 所以明天这三个股票 是电子股最重要的地方 你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贪大金的公司 你敢底部买 等到行情一回稳之后 你要赚30% 50% 自然就会很轻松 不然加入行列 我们到底哪里做 集团很高 收拾马上回来 卖出的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财富成长之路 立起来电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派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我到现场 这也是三月营收 至少170家以上创历史新高 有些股价还在跌了 高涨刚下来就不要理它 已经跌很深还在破底了 本益比金压缩到五倍六倍 然后获利还创新高的 像那种股票 你如果甘露底部缺 但一时半刻或许不会马上上来 给它时间嘛 贪太多钱 勾给你收 我们买起来破 买起来盾 你我都不是主力 你也不要想说买在最低点 你也不要想说一买就涨 相对低点败 等到行情上来了 你都会贪大钱嘛 对不对 不要说十倍 底部不敢败 大起来都会堆 因为我都没出脱了 你看旺宏 礼拜五 礼拜四发布营收 三月创历年同期新高 第一季也创新高 我估计第一季应该有一块二到一块半 古年零点五 成长快两倍啊 去年六点四 百比六倍 所以今天旺宏就不会跌了 就不会跌了 有没有 就不会跌了 就不会跌了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当行情开始回升了 你会贪大钱了 目前很多这样的股票 今天这样的股票 高的富裕跟我上星期就跟你讲过 对 我就不再多说 你看三月营收年成长2.5倍 现在大家在打底 一年贪两个股份 还要破13块 便宜到7倍而已 这半半没得对下去 到时候大盘一回稳上来 整个大底完成 后面要30% 50%它就有了 它就有了 你看另外民安也是啊 是不是开始起来 那一年都贪一个股份在 对 联永三月营收124亿 年成长30% 创历年同期新高 已经快接近历史高点了 第一季的营收365亿 成长38% 我估计第一季应该有18亿 应该有18元 比去年9.6元 又倍数成长 现在股票下到这样 下到这样 我们今年已经535号没掉 当然我们才开始Q了 这里再跌也不多 你敢买的话 这里附近 其实都是很好的承接点 联络金 没有时间讲了 没有时间讲了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欢迎加入我的行列 我们一起来操作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